哈喽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可以听见老师声音看到PT的 在公屏给我一个反贵 谢谢 听刚亮了是不是 今天上课太早了 但是呢也没有办法 因为根哥远在纽约 然后呢也不顾咱们死活 是不是 咱们只能相依为命了 空洞老师的课也特别多 昨天晚上备课到1点多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接着4点钟继续备课 先来给大家上课 就这周这整个月吧 就是基本无休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 保重自己的身体哈 这个学习之余 要好好锻炼一下 休闲一下 是不是 应该是不是留下咱们 几个相依为命 今天直播出几 应该是万次万 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吧 好了 那么咱们就开始上课咯 那么咱们今天已经是 第6季复习课的第4节课了哈 然后呢 因为根哥他临时参加这个 有道的上试 所以说他基本上 没给大家上课就让我来复习 那么我在顶着真如此之大的压力 来给大家复习一下 他上一节课讲过的 以及再重新回顾一下 之前讲过的 那么这些课呢 老师也会穿上一些 非常好玩的这个英语的 一些文化的知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还是要测试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讲的这些单词 你还有多少印象 再公平打一下 这些单词 英文所对应的这样的 中文的含义啊 首先第一单词 prefuse prefuse 我们说这个fuse表示的是 poor 轻到对不对 那你说你看都倒出来了 证明非常的多 慷慨的浪费的 都倒出来了 慷慨的浪费的丰富的 great 好第二单词 stature 惹火的 惹火的 身材 诶没错 惹火的身材 好第三个单词 stature stature st st 开头都跟stand 站立相关 你看站在这挡着我 什么意思啊 诶没错啊 表示阻碍 尤其指的是阻碍生长 比如说小的时候 不长饿的话 stature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 五毛钱特技 这样一个特技的意思 特技 阻碍生长 好第四个单词 blight 上级克朗里达拓展的单词 我们说 不见光就 blight 看我们结婚了 看好 这是blight 不见光就枯萎 植物不见光 肯定是枯萎的 对不对 那么blight 大家说那个 plight 这单词 才是困境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扑灭光就困境 如果你要是 喜欢一个女生 心中燃起了 寻寻烈火 说我一定要追到她 但这时候呢 别人卡给你 扑了一盆冷水 是不是 光熄灭了 就明明你陷入了困境 好 第五单词 pervert pervert 说一直转 一直转 没错 你说这个变态 一直在我旁边打转 叫做歪曲 叫做变态 好 第六单词 transfuse transfuse 说呀 从A到B去 轻到 把我的血 transfuse给你 把你的这个血 transfuse给我 它表示的是 输血 对不对 A型血 transfuse给B型血 B型血 transfuse给O型血 好 第七单词 叫做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那么说这个单词呢 还记得老是给大家讲 那个Sophie 这个人名吗 我们说 妈妈要是给你起名 叫索菲或者索菲亚 和Sophia 那么希望你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宝宝 wise 而聪明人想问题 势必要比咱们复杂一些 对不对 要复杂事故一些 所以说这段词表的是 复杂的事故的 同一句话题 complex 好 第八个单词 diffuse diffuse 说这里的df呢 其实它是一个ds 向四面八方 apart 这段词一个变形 对吧 那么还是向四面八方去倾倒 它表示的是 弥散 弥漫扩散 弥漫扩散 diffuse 好 第九单词 stumble 那么去掉S之后 这个tumble它表示的是摔倒的意思 你看躺 是不是 tumble tumble躺在那了 摔倒 那么加上S之后 我说的是一个加强语气的用法 不是盘山 不是盘山 它表示的是量呛 你看摔倒 是不是 磕了一下 感觉现在就是 呛到了 量呛到了 而那个盘山指的是 走路不太稳 它们两个不太一样 好 第十单词 statute statute 你看特 特别的法令 对吧 特 特别的法令 你看我可以记忽了 是不是 远方同学 你刚刚说那个statute 是怎么拼写 你来看一下 这个statute 它到处就已经结尾了 而这个单词是statute 它有个t 这样的发音 特 特别的法令 而这个单词就是 站在那 处在那不动 你想想 大卫是不是 一个巨型雕像 处在那不动的 就是我们的雕像 能弄清楚了吧 好 这是第一组单词 咱们再来一组 下一个 第一个单词 paternal paternal 那我们说pater 这个前缀呢 指的是father 爸爸 对不对 你爸爸这边的 就是父系的great 比如说paternal aunt 就是你爸爸这边的阿姨 就叫姑姑 paternal love 爸爸的爱 父爱 好 第二个单词 tangible tangible 你看 tong 你怎么样能感觉到tong呢 你是不是要去touch 所以说tong这个词根呢 它表示的就是摸 那么你看 加上这个ble 表示的是可以摸到的 它就是 有形的可出摸的great 比如说tangible property 这种有形的资产 对吧 好 第三点是avert 那么a呢 它表示加强 avert 表示旋转 加强转 乌云乌云 别找我麻烦 对不对 我们说通过它的一个 同一替换解决器就行了 avoid a 没错 avert avoid 表示的是避免 好 第四个单词 tongle tongle 之前大家还记得老师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梳子吗 是不是 我们说摸 你看 如果你把头发摸了一团糟 它就 那头发互相怎么就怎么了 哎 没错 叫纠缠纠结到一起 对不对 所以它表示的是纠缠纠结 好 第五单词 intact intact 那么还是摸 别摸我 你不要摸我 表示的是 哎 完好 无损的 完整的 intact 好 那么第六单词 pampered 帮宝石 帮宝石 卫生巾 给你最好的宠爱 哎 没错 你看 是不是 我们说通过碰 手掌 你单词就洗 妈妈把你捧到手掌之上 你就是他们的宠儿 叫pampered 宠爱 好 第七个单词 outmoded outmoded 那么说model 模特 大表姐 她都不穿的 已经out了 所以说这个形容词 她表示的是 过时的 obsolete 对吧 没有问题啊 好 第八单词 discard discard 说对三要不起 对吧 不要了这排 这排我不要了 discard 表示的是 丢弃 这个动词 丢弃抛弃 同一款词是abandon abandon 好 第九单词 stime me stand in front of me stand in front of me 在我前面站着 表示的是 阻碍 特别好 表示阻碍的意思 最后一单词 thumble thumble 翻包 我这个法拉利呢 这个钥匙在哪呢 翻翻包 表示的是 搜寻摸索的意思 搜寻摸索 不是抚摸 不是抚摸 是搜寻摸索 好了 这是上一节课 我们学过的一些单词 大家掌握不错 那么现在呢 咱们进入到 就是根哥 唯一给大家上了 一节证课的 这个单词的复级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 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图片的 连连看 单词跟图片的连线 然后老师说一单词 你赵草是 一二三四 哪张图片 来首先 这个单词 contrive contrive 共同尝试 表示的是 密谋策划 对不对 密谋策划 contrive 好 第二单词 diverge diverge 没错 应该连的是 我们的 一 对不对 没错 分开的 分齐的 好 第三个单词 simulate simulate 好 没错 连的应该是 我们的二 表示的是 对 相似 表示的是 那个 同样 是不是 没错 好 模仿 对不对 然后三二 d 表示 spontaneous spontaneous 没错 表示的是 自发的 自发的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单词 它们具体的一些用法 首先 这个单词 contrive 那么 C1呢 它表示 together 而我们的 TRI 同学记住 这个词 跟它其实 引致的就是try 之前呢 老师其实也讲过 一个单词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了 同学们 这单词 什么意思来着 有印象吗 trial 没错 它是不是有 试验的意思 试验 考验 磨难 审判 对吧 那那试验的意思 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 你的TRI 其实它就等于 我们的TRY try 所以说 contrive 这单词 也是这么来的 我们一起去尝试 它表示的是 发明创造 跟密谋 我们一起去尝试 发明一个东西 设计一个东西 密谋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早就 再说的是 I must contrive a new career I must contrive a new career 我必须要被自己 谋划一个 新的职业 是吧 我们说 这个在大学的时候 你就应该well prepared 做好准备 尤其大大四的时候 你要想好 你到底是考研呢 还是出国呀 还是说 我就此走上了 工作的岗位 对吧 你要去谋划一番 contrive 好 那么同一词有谁呢 第一单词叫做hatch hatch 那么这单词同学们 它来自于我们这个 老母鸡这单词 所以说 你看母鸡变成动词 hand hatch hand hatch 它首先有这个 孵化小鸡蛋的意思 对吗 那你看孵化孵化 我们说一整个状 孵化一个阴谋 孕育一个阴谋 所以说 它还有这个 密谋的意思 对不对 对 没错 incubate 好了 我们来稍微继续说 have you been hatching up a deal with her 你跟她是密谋了 这样的一个交易吗 hatch up something 密谋 某物 某事 好 那么除了这个 同一词以外呢 我们还有哪个单词 同一词叫做scheme 这单词同学们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 这个 如果比较计划的话 它比较就是 schedule的同一词换 懂得理解吗 working schemes 就是工作计划 等于working schedules 最近我看过的 当期 非常的忙 这个当期呢 就是你的这个工作计划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你看计划 计划是不是密谋的意思 所以隐身来讲 还有另外一个密谋的意思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专用名词 叫做ponditsky ponditsky 大家知道这个 庞氏骗局吗 这个ponditsky 翻译成庞氏 它是一个人名 庞氏骗局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么当时呢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美国 然后呢 这个旁 就这个人呢 他就开始 募集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资金 然后就说 你把钱交给我之后呢 我可以让你在年底的时候 拿到多少多少 这样的利润 但是呢 其实他并没有 真的可以去帮人们 赚取利润的 这样的一个手段 他只不过说 大量的进行一个 敛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他怎么去 满足之前的人的 这样的一个利润的回报呢 就是他把后进来的人的 这个本金呢 当做先进来的人的 这样的一个 利润的回报 给到他们 但是呢 你想一想 这个窟窿 总有堵不住的时候 对吧 那随着人越来越多 然后呢 后进来的人 如果他持续得不到回报的话 那么整个的这个链条 就已经断掉了 整个举子就崩掉了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 庞氏骗局 换一个非常通俗 一种的说法 叫做空手套白狼 对没错 拆了东墙 补西墙 空手套白狼 当时呢也是引起了这种 金融界的巨大轰动 他所以说 同学们 如果你要是投资的话 一定要谨慎 他年利率 如果说已经很夸张的话 那一定就是一个 庞氏骗局 好 那么除了这个单词 表示密谋以外呢 我们来看 还有一个单词啊 它跟这个 contrive前缀是一样的 一起怎么样呢 这个单词叫做 conspire conspire给大家补充一下 密谋勾结 那么这个单词 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词根叫做 它表示的是 to breathe 呼吸 那你还把它讲出来 是不是就是 我们一起呼吸 串通一气 横瀉一气 一条船上的人 对吧 我们一起呼吸 共命运 勾结密谋 那我们来造句子说 you can spare with him against me don't you 你是不是跟他 密谋勾结 然后反对我呢 那理解啊 conspire with somebody against me 跟某人密谋 反对某人 那么同学们给老师翻一下 什么叫做 sheave conspirator sheave conspirator 小的时候 你要是组织个打架的话 那么肯定得有一个 sheave conspirator 你们都是有组织的 有目的的 去进行一个群殴 对不对 没错 他表示的是 你看主要的谋话人 对不对 简称主谋 主要谋话人 简称主谋 领头的 对对对 带头大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同词根的一些拓展 由这个spir 这个spir 呼吸这单词 构成其他单词 那最简单小词 就是我们这个spire 我们来看 扼放到这个 词根的前边 是不是一个加强的 张用版 就是 用力气 我 我一定要过四级 这次过 专丝 我一定要过去 用力气就表示 渴望一件事情 aspire to do something aspire to do something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单词 大家也表示 叫inspire inspire 那么你看是不是 往里吸 所以说它首先 有吸入的意思 那你吸入的是什么呢 这单词你看spire spire 是不是spirit 吸入精神 你吸入到了 这个万字般的精神 你就受到了鼓舞 从此立志成为 一个万字王 对吧 encourage encourage inspire 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 但如果要是跟这个 ex 这个前缀组合起来 它什么意思呢 expire expire 同我们来看 这个ex 除了你前男友以外 那个含义 表示更多的是向外 就是向外去喘气 它是什么意思 向外去喘气 你想想 如果说一个人 他只吸 只保外去排气 不往里去吸气的话 他是不是就够带了 所以表人的话 他就是断气的意思 那如果说 表示一些文件 或者是一些协议呢 就是协议文件 起码了失效了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你的那个银行卡上面 可能会有这个单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银行卡 它不是说 你可以使一辈子的 它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的 你看一下 它会使用到这个单子叫做 Experity Date Experity Date 或者是Date of Experity 就是截止日期 你看比如说 这样的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的Passport 这样一个日本的签证 那么这个地方呢 告诉我 我8月25号的时候 2017年8月25号的时候 是一定要从日本国出去的 叫做Date of Experity 直往外吐气 不往里心气 人就断气了 对于文件 或者是一些协议来说 它就期满失效了 没错 同学们说特别好 同一替换词就是 Invalid 因为在银行卡上 有的时候你会见到这个 Experity这单子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见到 Valid这单子 都有可能会出现 这两单子是同一替换词 大家可以记一下 好 那么再往下这单子呢 就是Race Beard Race Beard 那么再看 这里的RE 还是呼吸 Race Beard 还是呼吸 那怎么呼吸呢 它肯定表的是 它不能说往回呼吸 是再一次呼吸 Again and again 对不对 来来回回呼吸 所以说Race Beard 它就是呼吸的意思 同学们来试试说一下 你可以就是想一想 什么叫 这个人工呼吸 怎么说呀 人工呼吸 比如说遇到你心里的小姐姐了 问问小姐姐 用没有给你做个人工呼吸 人工呼吸 首先咱们先想明白 猫子猫 Conspirate by human 你看大家还是不行 我来说一下 人工首先你得先把它安排好吧 叫做人工的人造的artificial 那么使用到的是呼吸的名词 叫做Respiration 大家一起想哈 Artificial Respiration 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 所说的那种 Mouth to mouth 嘴对嘴的人工呼吸 没错 Perspirate指的是 我们说的出汗的意思 就是出汗 毛孔怎么样的 持续去呼吸 是不是就是出汗呢 大家可以补充一下 都可以 嗯 好了 咦 There we go 怎么在万一万又见到你了 你是我四千五百次的学员吧 好 这就是我们说 拓展了一下啊 这个Conspirate 这个同词根的 SPAR的单词 嗯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单词叫diverge diverge 它表示的是分开偏离 分开偏离 那么这一单词的词根呢 叫做verge verge表示的是tan的倾向 所以说还记得吗 这天老师给大家上数学课 这个di什么意思 如果说表示数字简规的话 应该表示简 di如果说作为一个数字 非常好 它表示2 对不对 向两个方向去倾斜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 分开跟偏离 意思 diverge 好 那照个句子说 this is where or opinions diverge from each other 这就是我们意见 发生分歧的地方 所以说你要记一下 它代表的借词是from diverge from something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 different from 不同语 different from diverge from 像两边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跟2有关系的 它代表的借词 一般都是我们的from 对吧 好 那么它的形状型呢 叫divergent divergent 又分歧的 ent结尾的 变成一个形状词 那比如说 产生了有分歧的结果 叫做divergent result divergent result 好 那现在老师把前锥换一下 把这个dian呢 换成con 就是往一块去倾斜 你想想 比如那个东西 它往一个方向去倾斜的话 是不是都是聚集起来了 所以说converge 表示的是聚集的意思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造句子 are we previously opposed views are beginning to converge 我们之前可能是持这种反对观点 但是现在呢 是不是开始逐渐的去agree with each other 逐渐的同意对方了 我们的想法汇聚起来了 没错吧 好 没问题 那么这是divergent这个单词 那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下一单词叫simulate simulate 它表示的是假装跟模仿 那么这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词根是什么呢 是simile 或者是simile 都可以 你看similar similar 就表示就是相同相似 所以说它其实引出这个词根的这个含义呢 就是same 相同的意思 我变得跟它越来越相同 是不是就是假装它 模仿它 你可以模仿我的脸 可以模仿我的面 simulate 那么来造个句子 it can simulate or emitted different measurements 它可以去模仿不同的这样一个措施 但是同学们 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 这个单词 你在背的时候 一定要跟它去分开 因为有的时候 你肯定都认识 但是呢 就是可能由于眼神意识不济 这两个单词就弄混了 一个是simulate 一个多了一个t是stimulate 没错 这单词它表示的是刺激 对不对 你看太刺激了 那么这单词 它的词根是什么呢 它的词根是stimul 它表示是stim 你听哈 stim stim 闻着叮了一下 哦 好刺激呀 是不是啊 叮了你一下 好刺激呀 所以说stimulate表示的是刺激 而我们的stimulate 它其实影哲的是stim相逢 变得越来越一样 表示的是假装模仿 好 没有问题吧 那么这是这个单词 那么拓展一下 同一词有谁呢 首先就是这句子当中的imited 这就是它的最简单的同习翻词了 应该属于大家的一个四级或者高中词汇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给大家拓展一下 这单词还可以同一听话的是mime这单词 你听哈mime 是不是发音挺像末的 所以它有这个末句雅句的意思 你想想那个卓别林 还有哈德尔先生演的那个 它都可以叫做mime 末句雅句 很少台词 那么它主要靠什么去表达这样的一个形象呢 是不是它的动作行为 它说模仿一些非常夸张的 比如动物啊 或者是一些夸张的那种行为 所以说mime这个单词 首先有这个模仿的意思 那么由这个单词 咱们再稍稍变形 变成这个mimic 它也有我们说模仿的意思 形容词名词动词 全都可以用到这个单词 mime mimic mime mimic 那么我们来造个句子 说a parrot can mimic a person's voice 一个鹦鹉可以模仿人的声音 特别发财 特别发财 是不是啊 一个鹦鹉可以模仿这个人的声音 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 同学们 你还能给老师找到一个 mimic的同一题换词吗 在这个句子当中 你试着来找一下 你看你还能不能锁定一个表示 模仿的同一题换词 没错 就是我们的parrot 鹦鹉这个单词 你看作为名字的话 它是英语 鹦鹉 那么作为动词的话呢 它就是鹦鹉学舌的意思 那鹦鹉学舌 是不是模仿你说话 所以说它可以名词用作动词 parrot somebody 模仿模仿人 好 没错啊 那么下一个单词叫做 dissimulate dissimulate 它表示的是假装跟演示 怎么来的呢 词根还是same 这个diss 在这个diss当中 它表示的是一个 加强的含义 就是加强跟柠檬一样 就是在前年 去年的时候 我点忘记了 大家还记得那个 王思松的那个团队 IG 赢得了什么 电竞大赛冠军吧 对吧 然后男同学 应该对这个很感兴趣 试一下跟别人是一样的 加强跟别人一样 假装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演示起来 dissimulate 对吧 是不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呢 很多人不明就里 在朋友圈就发了一个 恭喜IG 反正咱也不知道是啥 看大家都发 咱也发了 是不是 跟别人 加强相红 假装演示 对 反正不知道 跟上潮流就对了 画龙就对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dissimulate这单词 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 下面这单词叫做 assimulate assimulate 还是加强相同 这单词呢 表示的是童话 它是一个比较 专有的单词 它指的什么童话呢 就是比如说 语言对你的童话 文化对你的童话 让你变得跟我一模一样了 能理解吧 比如说你看 现在我要是把你送到美国去 你可能一来是原不通 但是随着你在那边生活 然后呢 学习 你可能慢慢的 越来越美国化了 喜欢吃一些什么 快餐食品 是不是 然后呢 喜欢去一些party啊 或者是 当地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你慢慢就 适应了那样的一个生活 那么一套句子 说 有一些外国人 非常容易融入咱们的生活 大家也看到 抖音了 里面很多外国人 比如说 在四川生活的一段时间 那四川话 是吧 川普说的比 当地人还六呢 或者这些外国人 他们已经 深深的爱上了中国文化 爱上了中国美食 逐渐的 assimilate into our life 没有问题 好 那么 待会老师 就这一单词 给大家去拓展一个 跟文化相关的 咱们先把下一个单词 说完 这一单词呢 叫做 simultaneous 它表示 昆什么时候 帮我们去美国 昆 也想去美国呢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这一单词 表示的是同步的 怎么最近呢 你看还是 same 对吧 same 然后这个tame 大家能看着吗 其实是tame time的一个变形 原意alu a变成i 那么n跟m 是相近 辅运的一个改变 所以说 同一时间 就是同步的 simultaneous simultaneous behavior 同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或者把它变成 复材 我们也是经常 会在句当中 使用的 simultaneously 它就等于 我们所说的 at the same time 下回如果说 你想使用 这个at the same time 的时候 你就可以尝试着 去用这个simultaneously 这样的一个父子 去替代它 说清楚了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老师 为什么要讲 这个童话的事情呢 因为这就涉及到了 一个美国特别 特别著名的文化 叫做melting pot melting pot 大家知道pot 什么意思吧 就你们形式的火锅 叫做hot pot 就是它有锅的意思 说大熔锅吗 不不不 它叫做大熔炉 美国的这个assimilation assimilation 童话的这样的现象 那么其实美国呢 在发现它之前 它整个的这个 美洲大陆上 住的都是 Aborational Indians 原住的这样的一个 原住名哈 叫做印第安人 Aborational Indians 那为什么叫印第安呢 就是因为当时 哥伦布发现 这块大陆的时候 以为他发现印度了哈 就给当地的人 起名叫印第安人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当地的印第安人 长相什么样呢 其实跟亚洲 黄种人的长相 是比较相似的 他们怎么到达 美洲大陆的呢 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美国跟俄罗斯 白岭海峡 那个地方离得很近 而在远古时期 那个地方其实 还是有大陆架的 是可以直接走过去的哈 然后据说呢 这个在美国原始的印第安人 就是当年从俄罗斯 那个西伯利亚 那个地区哈 然后呢 通过白岭海峡 那个大陆架 然后走向美洲 然后呢 来到了北美地区的 是这样的 没错 是连着的哈 然后呢 除了这个本地的 印第安人之后 还有什么呢 你想一想哈 那么现在美国的人种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最标准的人种 叫做WASP WASP 好 那么来看一下哈 每一个字母 其实展开 它都是一个单词 大家可以猜一猜 你猜一猜 W指的是什么 英国也没有 跟W相关的呀 那叫Britain British 哎 没错 White 特别好啊 英专同学 应该有了解吧 如果学过英美文化的话 他表示的是白人 没错啊 那么ASP 指的是 安格鲁 萨克逊 人种 而这里的P 指的是什么呢 这里的P 刚才能说英国 对不对 那么英国确实 他来了美国的第一批 这个外来的移民 他们就是清教徒 叫做Puritan 美国当时哈 亨利巴士 当时他上位之后啊 然后呢 就 他下 他死去之后啊 然后呢 这帮清教徒呢 就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 由于政见不合呢 他们就被迫 乘着这个五月花号 来到了这个美洲大陆 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国度 所以说你看 白种的 安格鲁 萨克逊的清教徒 他们就是现在最纯正的这个美国人种的这样的一个祖先 那么他们之后呢 他们之后呢 还来了一些 比如说 European migrants 来的一些欧洲的移民啊 如果你看过那个小说 飘的话 你应该知道 就是南部 这个 斯嘉丽的妈妈就是法国人 是不是 爸爸是爱尔兰人 所以说 后来呢 很多欧洲的国家 比如说德国的 法国的 意大利的呀 然后他们都来到美国进去的 但如果看过那个green book 绿篇书的话 你应该知道 那一家子 他们就是意大利的移民 你听发音 他们就是意大利的移民 所以说后来 欧洲的这个移民呢 也充实了他们整个人口的一个比例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的Chinese 那么Chinese是从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呢 大家如果看过一本严格林的书 叫做扶桑的话 那本书据说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本书 最喜欢那本书 你就会发现 当时呢 中国全都已经海进了 只有一口同商 就是广州 所以说很多当时呢 的人呢 去到美洲的这样的人 都是从广州广西这个地方出去的 贩卖一些黄种人 到那边去怎么样呢 参加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活动当中 叫做Guild Rush 淘金热啊 当一些苦力 当然还贩卖一些父母 过去做一些 是吧 hooker的工作 好了 这就是中国人怎么过去的 当然了也有比如经过的时候 然后呢 国家派了一些留学生 他也是一部分 再往下 Black Man 对 秀公路啊 那么再往下就是黑人了 黑人 你叫他Black Man 完全没有任何启示的意思 是OK的 但是你如果叫他Negro的话 这就是对他挺贬低的含义了 所以说大家选取单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Black Man是中性性 但你要说他是Negro的话 就是个贬低词了 那么黑人不用说了 比如说这次老师去非洲旅行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黑奴堡 黑奴堡就是他们都是从那个 黑奴堡当中走出去的 登上那艘去保 大西洋的船 然后通过三角贸易呢 直接 通往印度洋的船上 然后通过三角贸易 就迈到了美国南部 因为南部呢 实行的是 众主员经济跟农场经济 他们就充当的是 当地的一个廉价劳动力 对 你看什么Negro啊 Negro啊 就是对于黑人 非常非常贬低的说法 大家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尤其如果你要身边 有这种黑人朋友的话 他们很介意的 所以说你看 他们这些人种的 不断的去加入到 美国这个大的家庭当中 就不断的同化了 融合了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融合之后的 assimilation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 社会的团体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就是我给大家 拓展的一些跟 美国文化相关的小知识 然后呢 咱们继续往下 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spontaneous spontaneous 它表示的是 自发的自然的 那么这个单词 怎么去进呢 你看它长得像不像sponsor sponsor啊 叫做自发的赞助 来自我金主爸爸们 自发的赞助 sponsor spontaneous 那么同学们 sponsor这单词呢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它怎么来的呢 它其实是从spouse 这单词来的 它表示的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知道 什么叫spouse 没错 配偶 这翻译特别好啊 那如果你要是 跟你的男朋友呢 在一起 你妈可以叫做spouse 你爸爸妈妈 也可以叫做spouse 配偶 那配偶 你看 如果说 咱要是没有明天的话 我来跟你谈啥 那浪费我的时间 是不是 所以说spouse 这个单词呢 其实它想指的 就是promise 叫做许诺 所以说你看 sponsor 是不是就是 金主爸爸许诺 给你的赞助啊 对吗 生们来了 这个单词 好 所以说金主爸爸 自发给到的赞助 叫做spontaneous 那比如说 spontaneous response 这种非常自然 自发的反应 或者是spontaneous plus 情到深处 哦 讲得太好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单词 它其实可以 形容人的性格 形容人的性格 说我真的是一个 这种直脾气的 或者是 我是一个非常 real耿直的女生 你就说 I am a spontaneous girl 它其实等于说 这个人好 keep real 特别的真 就会用到这个单词 都大家给你respect 是不是 spontaneous 它表示的是 这种直爽的 不加修饰的 非常直接的 这样一个单词 straight forward 好 那么下面就是 它的名词 叫做spontaneity spontaneity 表示的是自发性 自发性 那么反应词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单词叫做 compulsive compulsive 表示的是强制的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这单词 你看 see when together 一起 而这个pulse 它指的是什么呢 你看它上下吗 push 推 或者你是 drive也行 就是驱动 推的意思 所以你发现 大家所有人在 推着你去做 某件事情的话 你本身自己内心 是不乐意的 所以说怎么样呢 你是被强迫的 强迫的 那通过这个词 跟同学们 再说一个单词 看看这单词 是叫impulse 这单词材人是什么 impulse 你看词根还是它 表示推 在哪推呢 不对啊 不对不对 这属于四级词汇的 看大家长得 还是有点不扎实 那我再来说一下哈 来 你看是不是 这里的in I am 首先最简单的意思 是在里边推啊 你总觉得内心深处 有一个声音 在推着你 比如说双十要来了 然后呢 魔鬼的声音 李嘉琪又来了 买它买它买它 然后你就一下子 没有抑制 自己内心的冲动 骚凯同学说特别好 它表示是冲动 内心深处感觉 有人在推你 抑制不住的冲动 当然你们说的脉搏 是哪个单词呢 脉搏叫做pulse 它本身就是一个单词 pulse指的是脉搏 但如果说它表脉搏的话 你还可以这么具体原子 你看是不是 in表加强 impulse就是 让你血脉喷张 是不是也是冲动 让你血脉喷张 也是冲动 那么这是从它本意的角度来想 如果你要从词根的角度来想 就是push 内心深处有人push你 驱动你做某件事情 你瞬间就没挺住 冲动了 Am I right? 好 那么这单词也是一样 你看是不是大家一起推你 我本来不想去 大家一起push我 没有办法想获得compulsive 好 那比如说 这个强迫花钱 是吧 叫做compulsive spending compulsive spending 那如果是这种冲动性消费 应该怎么说呢 如果是冲动性消费 是不是应该用到是这个单词 对 这要强制消费 比如说你看 去到一些泰国呀 什么国家旅游 它本身那个抱团的价格就很低了 都感觉合不上那个旅游的费用 所以说你到结束的时候 一定会让你在什么 完全免税店 然后呢compulsive spending 反而强制性消费 今天要是不挂到五千 谁也不去出来 大家有没有遇到模样的导游 廉价流团 哎没错 这是谁啊 这个日本我也不认识好 然后我再说一下 叫做impulsive spending impulsive spending 对不对 叫做冲动的消费 冲动的消费 大家可以记忆一下 双试又来了 大家一定要管住自己 咱就看看啊 咱们不买 要不然你就会距离存款五千 还差一万 这就是impulsive spending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完蛋了 定金都交了 那真的是 我们来看真香啊 好了 那么通过这个compulsive 这件事呢 我们再了解一些 跟医学相关的名字 在医学上有个病叫做OCD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可能咱们都觉得 也有这种身患 这种疾病的 它叫做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那么知道disorder 经常会说mental disorder 你有神经病吧 你经什么错乱吗 你受神经不好啊 叫做mental disorder 那么所以说order 它有错乱的意思 那什么错乱呢 你看是不是强制性错乱 强制性错乱 好 那么除了这单词 表示强迫的呢 它前面这单词 也是表示强迫的 表示的是obsessive obsessive 所谓那有着迷 对不对 我们说be obsessed with 叫做是 就是对什么什么着迷 那除了这个着迷以外 它有这个强迫的的意思 作为一个名词来讲话 I am an obsessive I am an obsessive 这嘴皮的宝室了 它表示就是 我是一个强迫症患者 那你看强迫强迫 加精神错乱 连接就是我们所说的 强迫症 没错 小弟同学说得便好 就是我们的强迫症 大家想想 是不是就是 总想洗手 或者是总觉得门没关上 然后看看 这门关了一次又一次 你就是非常的重度请 或者患者 叫做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好 这是病 得治同学们 要不能停 然后下面这单词呢 你会发现 跟这个compulsive 它是一个同词 跟的单词叫做compulsory 两单词都是形容器 如果你说它们两个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这个单词 它还可以指 这个义务的必修的 我们首先来看 它确实有强制度 这样的意思 同时它有这个 必须义务的意思 比如说你看 什么叫做compulsory education呢 compulsory education 叫做义务教育 没错义务教育 但是有些同学 他不觉得这是你 免费义务给他的教育 他觉得是强制性教育 本来我小学 我就想毕业了 同学们你知道吗 我本来小学毕业 我就不想念了 但是由于这个compulsory education 我就硬着头皮上完初中 上完初中 我发现我停不下来了 我就一直念到研究生 叫做compulsory education 强迫的义务的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你呢 叫做compulsory subject compulsory subject 没错 必修课 对不对 选修课必逃 必修课选逃 就是那个compulsory subject 好 大家记住了吗 在书里边 来自你的金主爸爸 sponsor 自发的赞助 叫做spontaneous 那么 它的一个 反义词呢 叫做强迫的 就大家一起推你 compulsive OK 那么 这样的一个同根词呢 叫做compulsory 除了比较强制性以外呢 还有这个义务的的意思 compulsory education 必修的 compulsory grace compulsory subject 好 没有问题啊 来什么方法 咱们来测试一下 这一组单词 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来 首先这个单词 mimic mimic 我们说 它可以通过那个my 墨具那个单词 然后墨具 你想那个猪鼻林呢 Handora 他们说的模仿一些 夸张的动作 所以说它表示是 模仿的 模仿 以及名词 形容词 动词全都是它 mimic 好 这下面先是assimulate assimulate 加强跟它变得一样 来到美国之后呢 各类人种 加强变得越来越趋同 越来越相似一世 叫做 童话 非常好 童话 好 第三个单词 canspire 一起呼吸 共命运 我跟它串通一气 横瀉一气 表示的是 不是呼吸 共同呼吸 表示的是密谋策划 对不对 密谋勾结策划 很好 第四个单词 canspire I'm sorry expire expire 说 直往外吐气 不往里进气了 这个人就已经勾带了 对不对 断气了 那对于文件 跟一些协议来说呢 它就是期满失效了 没错 date of expiry 对不对 说截止日期 是什么什么时间 过期了 好 第五个单词 spontaneous I am a spontaneous girl 我真的是一个 real 耿直的女孩 对吧 我做的一切 都不是说想好的 或者是做做的 我都是自发的自然的 自发的自然的 叫做spontaneous sponsor 赞助商 金属爸爸给到我们的是 自发的赞助 好 第六题 第六个单词 divergent 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去倾斜 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去倾斜 它表示的是 分歧分离 分歧分离 很好 第七个单词 scheme ponzy scheme 叫做庞氏骗局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也是一个谋划 对不对 它是密谋已久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犯罪的案件 谋密 谋划 进化的意思 好 第八个单词 dissimulate dissimulate 说加强跟他们一样 我本来不知道IG是谁 对吧 但是我为了跟大家 随个大溜 然后呢 展现一下 我跟你们是可以 这个跟得上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潮流的 所以说我假装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知道的 爱假装演示 假装演示 好 第九单词 compulsive compulsive 所以总感觉大家一起来推着我 做一件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大家一起推我去做一件 我不想做的事情 叫做强制的 想破的 很好 第十一单词 contrive 一起去尝试 首先我们一起尝试 就是发明创造 对不对 除此之外呢 就是密谋密化 谋划的意思 密谋 谋划的意思 contrive 一起尝试一下 好 没有问题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组单词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一组合找相同的游戏 找出与所谓单词 dissipate 意思相同的一项 A. alleviate B. despair C. groove D. dwindle 好 没有问题大家确定了吧 答案就是我们 黄景瑜 你是那个黄景瑜吗 好 正解答的就是 despare despare 这几个单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单词 首先第一单词 dissipate dissipate 两个意思 一个表示驱散 一个表示浪费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没有问题啊 首先 首先表示它驱散的意思 怎么就记得呢 这个词跟sip 它表示是throw 那么这个diss呢 高小师 它取的是哪层含义 at是个东西后缀 那么怎么去争六 驱散的意思 取二的意思是吗 二如果是二的话 它应该是 dine 这个等于二 this呢 指的是apart 向四面八方 对不对 向四面八方去扔 就是驱散 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么它有浪费的意思 这单词怎么来的呢 大家可以这样去想 你看这回我可以取二的意思 然后呢这个sip 你看我们说sip的tea 叫做米 一口茶虾一口茶 所以它有喝的意思 后面你看这个ate 是不是eat 这样的一个过去式 所以说如果说 人生只做两件事情 吃喝喝 你就会很浪费时间啊 人生啊 如果说只做两件事情 吃吃喝喝 它就是一个浪费光阴的 这样件事情 和浪费金钱的一件事情 对吗 这就是可能未来 我的一个人生理想 到全世界各地去吃喝喝 对 等我这个 像根哥一样 他要是财务自由的时候 是吧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 理想的状态了 吃跟睡 对 就是说咱们有没有 会讲闽南话的同学 就是老师的名字 讲 如果说闽南语说出来的话 就是吃跟睡的意思 看有没有福建的同学 那么下一单叫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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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单词表示的是 驱散人群 它指的是那种 对于大量人口的 这样的驱散 dis 那么怎么去记忆呢 dis表示的是apart 那么词根是spers 那么词根有着是哪个单词呢 它表示的是我们这个spread 分散的意思 就是像四面八方曲分散 所以它要驱散的意思 你知道我具体说 the crowd the people disperse quickly 人群人群人口 怎么样快速进行了一个驱散跟疏导 好 那么给大家去拓展几个单词 有这个spread构成的单词 首先第一个叫做 a spread a spread 你看还是spread 分散 然后呢 现在老师在前面加了一个a 表示什么意思 你想想啊 a或者是a双几首字母 放到这个单词之前 它都取的应该是 加强或否定的含义吧 那这里很明显 它应该取的是一个加强的含义 就是加强到处去传播你的坏话 就是诽谤的意思 对不对 你跟家人看到港区里说 我告诉你诽谤啊 对不对 你不要到处怎么样呢 去说我的坏话跟闲话 a spread a spread 所以大家记一下 以后可能还会遇到 好 加强去传播就是诽谤的意思 那接下来呢 这一单叫 in to spread in to spread 你看是不是在中间去 spread 传播 所以说它表示点缀装饰的意思 还记得这个人吗 撒盐歌 是不是 在那个pizza的中间 然后呢 扔一扔盐 或者是撒一撒胡椒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点缀一下这个pizza 装饰一下这个pizza 点缀 装饰 在中间去扔 叫 in to spurs in to spurs 好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说一下 表示驱散这单词的同意思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d spell d spell 这人词 它表示的也是驱散 那么这个p-e-l pel这个词根 表示的是try 也是驱动的意思 那怎么去驱动呢 像四面八方去驱动 所以说它有这个 驱散的意思 那么来下个句子说 his speech he spelled any fears about his health 它的这个发言 驱散了 关于他这样的一个健康 所有的这种 担心 或者是害怕 它的这个发言呢 驱散了 对于他自己身体健康的 所有的担心 也害怕 好 那么下面这单词呢 叫做 disseminate disseminate 同学们告诉老师 这个 没有摄像头 挡不住 这个sami这个词根呢 它表示的是seed 种子一些 你想想 就是蒲公英 是不是你要一吹 然后它的那个种子 它就像四面八方去 怎么样呢 分布了吧 然后第二年 又找出新的蒲公英 它就叫做 传播散步的一些 没错 种子 那么刚刚应该也打奖了吧 这个单词 就是男性的种子 是不是 显而易见 男性的种子 那么也是 分散传播的意思 像头发 不行 老师因为已经 很久没有合过一样 我感觉我状态 时代是不行 状态时代是不行 等下课课上课 再给大家去拍上头 对 sperm 同一条词 然后你看 这单词的分散 跟传播 这个传播呢 它可以指的是那种 知识上的 就抽象概念上的这种分散 跟传播 比如说你看 老师给大家去传播知识 叫做 disseminate knowledge 或者是你跟你朋友之间呢 传播一下这个想法 什么 disseminate ideas 传播一下信息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有点像这个 exchange的感觉 exchange ideas exchange information 传播spread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单词 叫做scatter scatter表示的是 散播跟散开的意思 从来看 这单词 发音scatter 撕开它 比如说你跟你男友分手 然后撕开它 给你写所有的情书 怎么样 扬向天空 洒向天空 从此以后 你我恩断一绝 再无瓜葛 对不对 你看 scatter 很有画面感的 撕开它 洒向天空 你我再无瓜葛 是你张无忌赋我 不是我赋张无忌 是不是 这种感觉 对 手撕 那么这单词啊 我们来看 其实有另外一个单词 跟它是同源的 叫做shatter 这单词大家有印象吗 shatter的单词 哎 没错 它表示粉碎了一些 你看同学们 说把这单词放到这儿 然后就蒙了 蒙了忘了啥意思了 我来说一下 你看 在古样语当中 这个c跟h 其实它是可以互换的 比如说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以前的语音呢 它不显得废实 它叫做 它这么写 这是古代的语 再比如说 你看 skirt 短裙 其实它源于short 大家能看出来吗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这里的k 是不是 那么这个ck 是不是可以跟我的h去换 然后呢 原因i 是不是能跟o换 能跟o换 所以说skirt 小短裙呢 其实它就来于short 这单词 skirt,short,fish 那么你看 这里的这个c跟h 是不是换一下 scatter,shatter 你把它撕碎了 散开的时候就破碎了 所以说shatter 表示的是粉碎破碎的意思 这两单词是这样来的 不认识的话 或者是一下子蒙住的话 赶紧记起来 因为这两单词 都属于非常简单的 这种考点词了 是你真的可以在考试当中 会运用到的 像这种词 除非你考GRE 或者考专八 要不然呢 你是用不到的 好 下一个言词 squander squander 表示的是浪费 那么这单词你看 它其实前面也就是spend 花费 一而反复行为 就反反复复花钱 也到双十一之后 这个家购物车 那个利息付款的 非常的浪费 在你男朋友 或者你妈眼里 就是一个squander的行为 好 那么下面这一单词 没所perfuse 那么下面这一单词叫freeter 你以为不要钱呢 哗哗的往这个购物车里装 是吧 你太freeter 一而还是一种反复的行为 不断的往购物车里装东西 是不是以为是免费的呢 叫做挥霍的行为 挥霍 没错 等于waste 那我们来三个句子 Don't freighter away your precious time 不要去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是不是 那大概就是wate freeter away something 挥霍某物 那么你看这里 是不是也是一个 警示大家的这样一个标语 叫做 Don't squatter time 不要去浪费时间 waste time 反反复复发钱 浪费 那反反复复呢 往这购物车里装东西 以为不要钱呢 是不是 也是挥霍的行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叫 allieve it allieve it 表示的是减轻的意思 那么这个词跟left 它表示的是 raise or light 你看往上提 如果现在我把你放秤上 但是呢 我往上提着你 你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沉了 你就变轻了 假设 感觉 假装自己变轻了 raise light 往上提就变轻了 那么这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allieve it 怎么构成了呢 at也不用说了 动词到后缀 那么是不是双斜手字母还加a了 它是一个什么文法 双斜手字母还加a了 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感觉那个淘宝 有监听功能 就你在说 比如说 我想买个包 然后呢 你说完之后 你打开之后 你就发现它推一件给你的 就是包 或者你说 我想买一个面膜 然后呢 你打开之后 发现它推你就是面膜 大概就是你尝试一下 你观察一下 淘宝非常神奇 大数据 是不是 这东西就是 叫什么来着 大象理论呢 是什么理论了 就是别人不说的时候 你不会去想 越说你越想 好 来告诉老师 这里呢 这个a啊 双斜手字母是什么用法 哎没错 是加强 对不对 让它变得越来越轻 所以说它有减轻的意思 比如说 我要做一个spot 对不对 我要做按摩 或做一个这种 全身的水疗 来梳理一下 我这种 非常疼痛的感觉 减轻疼痛 叫做 Aleviate the pain Aleviate the pain 或者是distress 都可以 那同一词有谁呢 还记得这个大门系列吗 同学们 mitigate mitigate 还有印象吗 说我妈妈骂我 但我也不敢顶嘴 怎么办呢 我踢门吧 当我一踢门的时候 我的心情 瞬间得到了缓解 对 我踢门 得到了缓解 好了 那么既然有减轻 就有加重跟恶化 它的反应词叫做 Aleviate Aleviate 那么这单词 怎么来的呢 那么来看 词根是grave 那么我相信 这单词你应认识 属于高中词汇的 叫gravity gravity 这单词 它指的 不是坟墓 这个单词 它指的是gravity 重力 它其实指的是heavy 沉的 对 它指的是重力 重力重力就是沉的 你看是不是加重 变成越来越沉 这东西 说心情越来越沉重 是不是就是恶化 加重 对不对 aggravity 它是alivia 这单词 反应词 好 那么同根词有谁呢 第一单词levy levy 你看raise 提高税收 这样就记号 你看lev 是不是有raise的意思 提高吧 提高税收 提高税收 征集 好 这是levy 这单词 再进一些 政治类文章当中 或经历类文章当中 你会经常遇到它 levy 提高税收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 对 levy a tax on 就像impose a tax on something 下一单词叫lever 或叫lever 都行 lever是美式说法 然后lever是英式说法 它表示的是不就是 我们说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 那我使用的是一个什么的原理 是不是杠杆原理 所以说你看 把它举起来的东西是啥呢 就是我的杠杆 lever lever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单词还挺常用的 lever 翘起了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物品 它就是我们的杠杆 那么下面这单词 levity 老实说了 ity结尾的都是抽象名词 就是让它变轻 是不是 轻率轻浮 指人 这种行为做事的轻率轻浮 它是一个非常伏谋 正式的用法 levity levity 好 再往下 levitate ate结尾的变成动词 就是使它浮起来 就得悬浮 levitate levitate 好 那么早句子来说 I often dream that I can levitate 我来问一下 同学们 小的时候是不是都做过这样的梦 就感觉到在天上飞 飘浮起来了 对不对 I often dream that I can levitate 没错 I can fly 一样的说法 和一样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elevate 它表示的是提高提升 那么怎么去计呢 就通过这个 我们说电梯去计 坐上电梯之后 是不是瞬间从一楼到了18楼 把你提升了提高了 elevate elevate 但记住 这个电梯是OR结尾 不是ER结尾 这是一个重点 elevator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说到这个elevator 大家想一想 它是一个美式的电梯的说法 那你知道英式的电梯怎么去说吗 英式的电梯 我们说 最起码你要保证 你要说英式的话 你就让你所有单词都是英式 用百分英式的发音 你要说美式的话 你就尽量保证 你所有的这个单词 都是美式的拼写 跟美式的发音 没错 叫lif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英式说法 这个lift 大家都知道 其实香港说到这个 英国殖民 殖民的这个影响 还是挺深远的 所以说 它很多很多单词呢 使用的都是英式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且慢慢衍生出 这种粤语的发音 那在香港当中 他们说 乘电梯叫做搭力 搭力 搭就是成的意思 对吧 搭成搭成 那么这个力呢 其实就是这个lift 这单词的一个 粤语的发音 粤语的发音 好 答应大家 之后给大家来一集 那个中式英语 跟英式英语的一个大对照 怎么样 特别好玩的一些中式的翻译 给大家去补充一个 这样的小知识小内容吧 好 那么我们来这个地方 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个美式英语 跟英式英语的一些差别 那么首先 我们先就发音来说一下 最简单的一个发音 就是一个r的发音 那么同学们 这个地方我想说一下 如果说你是一个 来自南方的朋友呢 我建议大家去发英音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儿化音 而英式美式英语当中 儿化音呢 却很普遍 对吧 那个r的音 比如teacher neighbor her 你可能发的不太出来 但是对于一些北方同学 尤其是比如东北同学 北京同学 发这种r的音 简直就是信手拥来呀 对不对 teacher neighbor 那英式发音就是teacher neighbor call 是吧 它就非常的那种 怎么说呢 高贵的感觉 英音很高贵 很典雅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td的着话 你会发现 美式发音 它不说water 它说的是water water 就感觉很辣 很lazy的感觉 美式英语就是不张嘴 那种感觉 rader rader writer 它不这么去说 它说rader rader OK这是一个td的着话 代表说university 你会这么去发音 university 但是美式发音是university university 这样的发音 就是把它给着话了 好 那在下面呢 就是这个 r音的不同发法 那比如说 英音的这个苹果 它应该读成apple apple 它发的是a的音 而美音读的是 大梅花i 叫做apple apple 能听说差点吧 apple apple 这个a的发音 也是有区别的 再比如说这个 nasa 是英式发音 nasa 就是美式发音 nasa nasa 不同的发音方式 还有呢就是 o跟a的发音 比如说 water water 就是美 就是英音 当然我英音 可能发的不太标准 因为从小到大 学的我是美音 这个取决于 也是大家 从小到大 学的这个教材的 一个差异 如果你要小的时候 学的什么 柯林斯英语 那你发的就 肯定是美音 如果你小的时候 学的什么 韩美美音那边教材 你说的就是 英音 那美音就是water 你会发现 它发的是 啊啊啊 唱的一个 啊音 短促 再比如说 hot 这是英音 美音是hot 能听出来吧 好 这是发音的一个区别 然后再来刷拼写 拼写最简单呢 就是比如说像color 这个单词 英音你看就比较全嘛 our 但是我说了 美国人很烂的 能省一个是一个 省掉 you c-o-r-o-r 就是美式color的拼写 favorite 对不对 也看出来了 不同的这样一个拼写方式 还有就是z跟s 如果说你使用的是这个word 或者是macrosoft的 任何的编写的这样一个软件 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要是写成s的话 它会给你自动校正的 它会给你标红了 告诉你这东西填错了 但其实不是填错了 不是打错了 而是说不同的 英语的这样一个拼写方式 是不一样的 英式是s 美式是z 美式是z 好 然后最后呢 就是re跟er了 那英式是re 就是center 是re这样的拼写 而美式呢 是er的这样的拼写center 能理解吧 或者是theater 剧院里的单词 英式re 美式是er 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说普通话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美国其实那么大 对不对 像中国一样 你有东北话 有粤语 有四川话 有湖南话 有这个闽南话 很多很多方言 那美国也有 但是美国它也得有普通话 它的普通话叫做 general american general american 就是大多数美国人说的话 叫做美国式普通话 英式英语当中也有普通话 叫做rp 那么rp的全称是什么呢 就是received pronunciation 被接受的发音 也叫女王 发音就是在伦敦金三角地区 大家说的那个话 叫做received pronunciation rp 这是英式的普通话 那么除此之外呢 同学们 用词上也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表达相同意思 但是呢 可能使用了完全不一样的单词 第一个就是刚才老师说的 电梯里面叫elevator 这是美式 英式叫the lift 还有同学们 eraser 什么意思 橡皮吧 这是你在美国的这个商店里面 文教店里面买的一个橡皮的话 你一定要跟人家说eraser 如果你要是使用了英式的这个rubber的说法 它就完全是闹了个大笑话 同学们 你看我们说rubber 它是不是橡胶制品 对吧 然后呢 你要在美国的商店 要是跟人家说 我要买一个rubber的话 人家就以为你要买的是一个condom 大家怎么知道什么叫condom吗 寄生用品 某一种计程用品是不是也是rubber 香蕉做的 对吧 Durix 没错 它就是一个品牌 是不是 这就闹笑话了 你看英美式这种单词用法 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安全可靠 安全维守 是不是 没错 叫做condom 对 rubber 好 那么你看裤子也是不一样的说法 美式叫做pants 英式叫做chowsers pantchowsers 那么 接着来啊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啊 cap 大家看到其实美国很多这种cap上面会有那种小灯灯 然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cap 它指的就是英式说法的taxi 没错 出租车计程车号叫做taxi 英式taxi 美式cap 再往下 fries 炸薯条 美式叫做fries 英式叫做chips 说法还挺不一样的 fries 薯条 英式叫做chips 那么美式的sneaker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sneaker 比如说你穿的这个 Nekie Adidas Adance Combus 它都属于这个sneaker 对吧 A锥 椰子 没错 就是我们所说的运动型 等着小姐姐来踩我的A锥 sneaker 那么它这个单词sneaker 表示是悄悄的前行 悄悄前行 你看你穿上高跟鞋 你还能前行吗 别人一下就知道你来了 对不对 你只有穿上我们的sneaker 运动鞋 你才会很轻很轻 很慢很慢 那么除此之外 你看英式叫trainer 训练穿的鞋 你不能说老师我跑800米 今天我测试 然后我穿了一双 9厘米的亨廷高去跑 对吧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要穿的是平底鞋 运动鞋 叫做trainer 是吧 很有画面的 穿着9厘米亨廷高 然后呢 在操场上就你一个 在那儿跑800米 是吧 就是trainer OK 好 下一个是apartment 你看什么分开住的 就你一间我一间 这就是我们走出的公寓 大多数人住都是appartment 但英式英语的叫做flat 给大家推荐一个音频 我记得挺好的 是我在上本科的时候 然后呢 我的那个外教推荐 给我们去听的叫flatment 就是英式的 这样的一个发音的音频 它讲的就是一帮青年人 然后呢住在一个公寓里面 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有点像老友记那种感觉 但是它是一个纯音频的东西 它叫flatment 就这一类词 公寓 然后再往下 你看美式叫做subway 地面以下的叫做工具 就是我们的地铁 对吧 英式的ghost format也是一样 你看ground的地面 地面以下的就是地铁 但是呢 你要记住 就是美式有一个快餐品牌 也叫做subway 赛百味 大家知道吧 那个什么卷 面包那个东西 你可以通过这个去区分一下 subway 快餐 美式快餐 它就是地铁 美式地铁的意思 另外一个 Anderbrand 就是英式地铁的意思 那么再给大家说一下 你还知道有个地铁 是不是叫tube tube 它表示馆子 就大家很喜欢上了一个 这个国外的软件 叫youtube 油管 是吧 油管 音频到哪去找 我也忘了 当时好像是老师给到我们的 大家可以去那个 就是什么可可英语上搜一搜 那个可可英语应该是 就是英文复习资料非常全的 让那个网站是免费的 国内无法进入 想办法 是不是 只要想 总会有的 tube的管子 你想想那个 我们的地铁 是不是就像地下的管子一样 把你从管子这一端 运到了管子那一端 但是这个tube 同学们 它是一个伦敦地区的专用说法 在伦敦地区才叫做tube 那你说老师 中国地铁叫啥 你们观察过吗 中国地铁里面 它叫做mattro 这一单词是从法律来的 叫mattro mattro 那么引到中国叫mattro 它就是中国的 所有地铁的一个总称 好 然后 这个之后再给大家讲吧 然后下面这根词 美式电影叫movie movie 英式电影叫feel 所以我的时候 你看你学的两单词 都是电影的意思 然后你就懵了 这两单词有啥区别 其实没啥区别 只不过一个是美式说法 一个是英式说法 它不算是中式说法 因为除了在中国以来 会使用mattro 在其他一些国家 也会使用到mattro 这一单词 我记住 我当时上哪个国家 也是mattro 是日本还是韩国来着 我记得不太清了 反正 它不是个中式说法 它也是地铁说法 只不过在每个国家 会使用到 它的习惯是不一样 会使用到不同的 这样一个说法而已 好 那最后一单词 讲一下这个有意思了 叫做一层 美式一层就是一楼 叫做first floor 但是英式的一楼 不这么说 英式叫做ground floor 如果你要是去英国 或去香港 这样的一些英联邦国家 地区搭这个电梯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是按的是 first floor 一楼的话 那就会把你送到二楼 为啥呢 因为他们的一楼 叫做接近地面的这一层 ground floor 也叫G floor 你看那个电梯里面 会有一个 大概画一下 不是你去按电梯的话 不是有各个楼层吗 是吧 各个楼层 你如果按一的话 在英国 或英联邦一些地区的话 给你送到的是二层 但是你要是按G的话 你才是能到达一楼 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给大家讲个有意思的事吧 就是我在香港上学的时候 他那个粤语的那个 一二三叫做 一亚 以三 我说的不太标准 咱们可能有学这个 就是广文化能学 一亚 以三 然后呢 我当时我就接着 我经常去点菜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要B1 然后我就发现 我这么去跟他说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拿到过B1 我拿的都是B2的那个菜 但是B2我又很讨厌吃 而且连着好几次了 我就很不明白 后来我想明白了 因为他们的那个发音 2 亚 1 然后呢 就发的是 咱们普通话的1 咱们普通话的1 就是他们粤语的2 我就会明白了 所以说 我以后去点菜 我都只要用英文去点 比如说B2 B1 我就这样去说 对 有点像日语 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你粤语你听着 就有点像那个日语的发音 有的时候法语你听着 有点像日语的发音 很奇怪 好 这就是我们说 大家可以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你以后在用这几个 这些比较典型单词 就不要再用混了 最起码像 像movie film这样的单词 是吧 你就肯定会用混了 apartment flight sneaker trainer 没错 叫做culture shock 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冲突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叫做groove groove 它表示的是 勾槽的意思 勾槽的意思 那怎么来的呢 这回才是从这个 坟墓这单词来的 挖个坑 埋点图 说 12345 是不是啊 挖个坑 把你埋了 grave 那么变成 oh之后呢 groove 它就是勾槽的意思 勾槽的意思 那么还有一些同一词 比如说 梨沟 龙沟 这一单词 车折 这文叫做fellow 它通过这个row去记 就是一排一排 一条一条 如果说你要是 少年早成 脑袋很多抬头文 是不是也是fellow 感觉一条一条的 fellow 好 下一单词叫做root 大家可以通过root去记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ou变成u 然后t 还是t 所以说它表示就是 道路的车折 道路上的车折 嗯 好 然后下一单词 carregated 那通过中间的小地毯去记 你想一想 那个地毯 那个毛毛 你要手 使劲地给它捋一下 是不是会留下那种 波纹的感觉 地毯上有波纹 rub corrugated corrugated 波纹 把乱纸 就这一单词 corrugated paper 那么到句子 he corrugated his brows in thought he corrugated his brows in thought 翻译一下 他思考的时候 怎么样了 他思考问题的时候 corrugated his brows 没错 phorone 对不对 皱眉 phorone 皱眉 就是把它的这个美毛 怎么样呢 让它起波纹 大家说就是那个穿字纹 在你两眉之间的 大家先不要去皱眉 那样的话呢 就会形成 难以去复平的 穿字纹 corrugated 形成一道道的这种 furl 我们的皱纹 wrinkle 对 好 那么在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dwindle dwindle 我特别喜欢这个dw 感觉发音很好玩 dwindle 那种感觉 好 那么这单词的dw 其实就是down的一个缩写 对吗 风力渐渐变小了 风力逐渐变小了 decrease gradually decrease gradually 那么这一单词 我们倒去的说 membership of the club has dwindled from 17 to 20 我们俱乐部的这个成员 怎么样了 人数从70降到20 也不太行嘛 可能这个俱乐部精英不善 这人数怎么样了 逐渐的减少了 风力渐渐降低 windle dwindl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单词 其他的 以这个dw开头的 叫做dwell dwell 它表示居住 你看 是不是就是 坐下来 就是 这地方 让我坐起来 安定下来 我就居住在这了 OK 叫做dwell OK 那么高考试 这个dwell in 什么意思 dwell in 如果我搭配的这词 是in的话 那其实我想表示的是 就是住在这 对不对 inhabit inhabit 表示是居住 sorry inhabit inhabit 那其实就等于live in 那来看一下这一单词 你看同学们 是不是habit 习惯 我习惯住在里边了 表示居住 我习惯住在里边了 就是定居居住的意思 那如果说老师 dwell in dwell in dwell in 它是什么意思 也没错 explain elaborate on 对不对 对某事进行一个详细的 阐名跟阐述 没错 详细的减述 好 那么现在老师把这个dwell 加了一个er之后 变成人了 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人 叫做dwell 他就等于我们的inhabitant 居民 inhabitant 我们给大家来一个小故事 来看一下这些以ELL结尾的单词 我们应该怎么去串进一下呢 那么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真子午夜 凶灵版的故事 我们来串进一下 首先阴森森的well 表示是井 所以名词well有井的意思 然后呢 井边铺满shell shell 是不是有个顺口丢啊 对不对 它表示是贝壳的意思 然后呢 井底是个hell 我们说go hell go hell go to the hell 叫做去死吧 那么hell指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heaven的反义词 叫做地狱 真子 在里面 do 真子住在这个 像地狱般的井里面 邪气被人smell 然后呢 你看我们说这个鬼魂呢 还有什么女鬼啊 甚至都会有一种非常邪魅的气息 是吧 让人闻到了 之后呢 她被抓到sell 你说老师 这不是细胞的意思吗 没错 那确实有细胞的意思 但它其实原指不是细胞 它原指的是什么呢 它原指的是那个修道院 修女住的小房子 修道院修女住的小房子 但是后来呢 这个修道院的修女住房子呢 慢慢就演变成官范人的这样的老房 然后有一次呢 这个科学家在他的显微镜底下去观察 这样的一个细胞的形状 他发现过 这个细胞简直跟我们的这个 修女住的房子那个形状 并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单字才慢慢有了细胞的意思 原指的是修女住的小房子 老房的意思 cell 对吧 最后身体开始swill 比如肿胀 从你来看 它是不是有一个well 井 老师教授现在把你扔井里面泡几天 你是不是也肿胀了 对不对 现在好 我把你丢到well里面 你是不是待了几天之后 你就swill肿胀了 好 爬出电视 要 啊 我来了 是不是要 要表现是shout 叫喊的意思 有录播 对对对 有录播 好 所以说咱们再把这几个单字 来创进一下 你看 因生生的well 井边铺满shell被壳 井底是个hell 地狱 真子在里roll 居住 邪气被人smell 闻到 他被抓到cell 牢房 身体开始swill肿胀 爬出电视 要 ok 没有问题吧 这个是不是记住了 通过这几单词 就把基本上你能遇到的 所有这个e 这个e ell结尾的单词 全部都搞定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来看哈 有这个dw开头的其他单词 首先这个单词叫dwarf 你看这不就是dun 就是矮小的人呢 矮小的人就是矮子 或者说诸如 动词呢就是使矮小相见见处 我跟他一比我就真的不行哈 dwarf dwarf 比如说curtale 这人死 大家说了通过cut 切就切掉了 就减少了 削弱了 那我来说一下 这一单词死根呢 其实是tail 这一单词表示是切的意思 它表示切的意思 比如说东西嘛 这个retail 这单词大家熟悉吗 应该属于个字迹词汇了 什么叫retail retail 就是切一刀 我再切一刀 来来回回切 把它切成零零碎碎的 就是我们今儿所说的零售业 叫retail industry 来讲一下哈 这单词以后你还会遇到的tail 这一单词 它表示是切的意思 你看记账就这样 切一巴 切尾巴 八尾巴切掉 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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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tail 八尾巴切掉 那么re在这里指的是 再一次again 就是来来回回切 切好多 切成碎碎的 所以它表示是零售 retail industry 零售业 那么现在老师把这个tail 切这单词 在or之后变成切的人了 你想想 你说老师我从事 切衣服这个职业 切衣服 taylor swift是什么 就认识人民了 没有问题啊 它确实是人民 但是除此之外 是不是表示的是我们所说的裁缝 切衣服就是就是裁剪 这个动作对不对 这本是裁缝的意思 那所以动词呢就是 裁缝给你量身定制 所以说我们有短语叫做 tailor made 为你量身去定制的 tailor individual difference 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 然后呢去量身定制 符合它的一些什么东西 记住了吗 来再把这些单词在锅里边 首先dolph 变矮了的 小矮子侏儒 相近近处 sip sight 表示的是往下做消消气 表示的是这个噪音跟情绪的 逐渐渐弱 再往下 它是tail 切对吧 切成一块 把它切碎 就是我们的零剩液 那么把它揭开 就是减少了削弱的 tailor气的人 裁缝 裁缝干嘛呢 给你量身定做衣服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剩下的这两个同义词 一个叫做diminish diminish 一个呢叫做shrink 那么minish mini mini是小的 小的就是少的 对不对 减少 那么shrink 它有指的是这种 比如说洗衣服 裤子变成那啥了 pants 变成了anderpants 大家这种理解吗 你看他们刚才不刚说 裤子每次说法叫做pants吗 你喜欢之后 可能就变成了anderpants and the wear 是不是 好 那么或者是 你本来是一个大衣 然后洗成了的短袖 叫做shrink 指的是size 大小 真的要改变 对 缩少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windle 同一替换词 那么咱们把这等词来测试一下 看大家长得怎么样 来 首先你给点词dwindle dwindle 很好 说锋利逐渐变小 wind down 锋利逐渐变小 逐渐削弱 第二单词greave 通过这个greave 坟墓去记 挖个坑 埋点图 数个12345 你挖的是什么样 勾槽 对不对 凹槽的意思 勾凹槽 第三个单词 dwarf 矮子诸如 相形见处 很好 第四单词 dispers 向四面八方去spread 表示的是 没错 驱散 有指对人群的驱散 第五单词 allivate 加强让它变轻 加强让它变轻 allivate 没错 减轻 好 第六单词 disseminate disseminate 说把种子 撒向四面八方 散播传播 散播传播 好 第七个单词 corrugated 说毯子上面 有什么东西 你使劲用手 在那些毯子上滑一下 毯子上面 有波浪 对不对 有纹路的 有波浪的 好 在下面 d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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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说的居民 对吧 那么动词dwar 就是我们所说的居住 great 第九单词 curtile cut 切 切下来之后 这东西就变了 削减 缩小 对不对 削减 缩小 curtile 下面 说切的人 切东西的人 taylor taylor made 叫做裁缝 没错 量身定制 叫做taylor made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组单词 然后呢 根哥不在 咱们 集体作妖 给大家 再讲一点 有意思的小东西吧 再讲一个 有意思的 跟酒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小文化吧 因为它确实 它也没讲啥玩意儿 咱也 待会再领大家 把这个之前节课的 一些单词 再来复习一下 因为它这个 实在是 内容太少了 集体作妖 然后来讲一讲 好 还有 对吧 趁家长不在 咱们好好玩一下 那么给大家来讲一下 这跟鸡尾酒相关的一些 这个单词跟文化 对 主要是内容太少了 我太难了 我实在是展不开了 然后呢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说到鸡尾酒 朋友们应该会觉得 那个调友师很酷 那动作 那种感觉 然后呢 加点叶子呀 然后加点瓶块 就觉得 哇 这真的是一个超酷的职业 好 那么首先 它作为一个酒来说 它必须得有这种 Liquor酒的成分 Alcohol酒酸的成分吧 所以说 一般来说呢 这种鸡尾酒 会用到这样的六大鸡酒 比如说咱们的 我的课越来越少 啊 上心 好 我也很舍不得 大家特别喜欢 万词的同学们 那么第一个酒呢 就是我们的Vodka 福特加 福特加 它就是战斗民族 最喜欢喝的一个酒 是不是 感觉特别烈 然后喝完之后 心里暖洋洋的 那种很热辣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Ram 狼母酒 如果你要是喜欢吃 哈根达斯的话 你应该知道 有个巧合 就有一个那个 冰淇淋的种类 它的一个口味 就是狼母酒 口味的冰淇淋 那种酒的醇香 叫Ram 下面这个叫 Jane 金酒 或叫琴酒 都行 那么英国还有个说法 叫做杜松子酒 就是在工业革命那时候呢 就是雅思一份文章上 讲的是 人们喝不起啤酒 因为麦芽给它征税了 麦芽变贵了 啤酒变贵了 所以人们转去喝水 跟杜松子酒 那么这个杜松子酒 就是这个Jane 金酒 琴酒 它度数相对来说 是比较高的 后反劲 好 那么再往下呢 这个就叫做 WIFG 威士忌 对不对 各位爱情威士忌 这应该是大家来看一些 影视作品的时候 建的比较多的一种酒 在下面啊 Brandy 法国人喜欢喝的白蓝地 那么这盘酒呢 是由这个Fruit 水果那样子而成的 所以说它口味呢 非常的酸酸甜甜 再往下 对 琴酒就是它 琴酒就是它 最后一个Tequila龙舌兰 这是一个生长在美洲的植物 有点像甘蔗 那种感觉呢 在比如说墨西哥呀 或者是古巴地区 这种植物比较 这个多一些 Tequila龙舌兰 好 那现在呢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那些世界上 最有名的一些酒 以及你去酒吧 可以怎么点 如果你要真的 去了国外的酒吧 或者是国内一些 比较高党的那种 有格调的小酒吧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酒单呢 都会是一些英文的 那怎么办呢 你得点呢 你只要知道这几款酒 你只要去点一些 保险的酒 你就绝对不会出丑 也不会出错 那首先 第一款酒呢 叫做Mojito 墨吉托 那么它是由什么 来做成的呢 它不剁成 墨吉托 同学们 今天的课 应该是到 酒员办吧 还有十分钟 你想要这个是吗 那墨 它不读成墨吉托 同学 不是墨吉头 别闹笑 它读成是Mojito Mojito 好 那么它是由 这个狼母酒为敌 那么加入大量的 薄荷叶 所以说它超级的清新 这一单词 你必须认识 在买一些糖果 sugar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面会有这一单词 叫Meat Meat 薄荷 那还有一些清宁 所以说 如果说把它比成 一个人物的话 它应该是那种夏天 十七八岁的 非常清纯的小女孩 叫Mojito 适合女孩子 喝的一款酒 比如说在北京的 武道口 有个小酒吧的名字 叫Mojito 很多酒吧喜欢用 这个酒的名字 来给自己去命名 对薄荷 然后再往下呢 这款酒叫做 长岛冰茶 长岛冰茶 就是我们说 Simon同学说的 叫今夜不回家 那说老师 这茶咋能是 今夜不回家呢 它真的有一个别名 叫做湿身酒 就是你要喝完这个 你基本上今天晚上 就被人捡尸体了 是不是 捡尸了 为啥呢 你说老师 茶咋还能这么严重呢 所以说有些 不明就里的女孩子 如果说去了酒吧 男同学 给你随便点 一个长岛冰茶 你以为它对你挺好的 是不是 但是你没有发现 它是用四款鸡酒 勾兑而成的 一款酒已经够呛了 四款酒 如果对着喝的话 你就更容易晕了 更容易醉了 断片大法好 所以说之前 应该是第几季 第五季 还是第四季万次班 然后呢 有一个忠实的小粉丝 他特别可爱 每次请我来打卡 然后到这节课打卡 他说 空空老师说了 以后女同学 去酒吧 千万不能给他点 长岛冰茶 点一个没有酒精 露出的就可以了 特别特别可爱 所以说女同学 注意了 长岛冰茶 今夜不回家 由Vodka 福特加 Ram 朗姆酒 Gin 金酒 Tekilla 龙舍兰 四种鸡酒 勾兑而成 还有什么呢 以及加上我们的Mint 薄荷叶 Ice Bing Lemon juice 一些柠檬汁 它们混合而成的 这款酒的口感呢 比较 我也说不清楚 有点忘了 喝这个酒的感觉 但是呢 就是感觉 不太好喝 可能男同学表情 喝吧 但女同学 我觉得酒量好 可以喝 酒量要是不太好的话 就算了吧 对 后劲特别大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款酒 叫做Magrita 玛格丽特 那你看老师 这是人名啊 这是个女子名 没错 她确实是一个女子名 喝过喝过 这款酒也喝过 当时喝的 好像是个芒果味的 Magrita 那么这款酒的同学们 它是在1945年 美国鸡尾酒大赛的冠军 然后呢 这样的一款冠军作品 它的用意就是 纪念她死去的王妻 Magrita 所以说这款酒 最正宗的制作方式 就是先把酒杯 放到冰箱里去冷藏 拿出来之后 是不是酒杯会液化 会有水珠吧 这时候马上扣到盐里边 所以说你看到 这上面这一圈都是盐精 但是呢 由于顾客美人的喜好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一般调酒是 一半沾盐 一半不沾盐 你喜欢喝咸的 你就喝那边 如果要是不喜欢喝盐的 你就喝那个没有盐的那一边 那么它的激酒呢 就是Tekila Lonsherland 北美的一个植物的名字 然后它再加上 我们的这个Orange Juice 橙汁 Lemon 柠檬 以及我们的Salt 这个盐呢 指的就是Tears 失去王妻的眼泪 而前面这些Orange Juice呀 或者是这个Lemon Juice呀 它指的就是 作者失去王妻之后 内心的酸楚 对 但是这个盐 我感觉我个人 是真的不太喜欢 那个酒本来味道 就已经很像酒了 然后你再喝点咸的 就感觉怪怪的 但是有人喜欢 肯定就有人喜欢 好 第四款酒呢 叫做Bloody Mary Bloody Mary 血色满利 那么这款酒 同学们 来看一下 怎么能出现红色呢 Vodka 为基酒 福德加 加入的就是 我们的Tomato Juice 这种 就叫什么来着 番茄汁 是不是番茄汁 如果你要是喜欢 这种番茄口味的同学 你可以尝试一个Bloody Mary 但是个人不是很喜欢 我有点接受不了 是二一锅头不好喝吗 还是茅台不好喝 要去喝这个 是不是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Bloody Mary 给大家来说一下 大家知道这个血色满利吗 就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人物 我说一下她的妹妹 你肯定知道 她的妹妹就是 英国著名的 伊丽莎白一世女皇 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都德王朝的这段历史 当时呢 美丽的 凯瑟琳 西班牙的公主 嫁给了 我们说亨里巴士 作为了她的这个王后 两个人的婚后 确实过了一段 非常美好的 幸福的日子 但是呢 日子久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Mary 但是呢 一时就没有一个男丁的出现 就没有继承人嘛 这个时候呢 一一三位她妈出现了 叫做安妮柏林 安妮柏林呢 是一个贵家的 这样的一个少女 就给她送到宫里去了 学规矩 就有点像谁呢 老佛爷旁边的情格 那种感觉 就是送到宫里面去 然后呢 学习一些什么礼仪啊 她不就有接近 亨里巴士 不忘了让她机会了吗 她接近亨里巴士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女人 最厉害的就是 她善于 Bring Wishing 给国王洗脑 她就说 你跟我结婚 我们俩 命中注定 一定能生儿子 这个时候呢 真的是被女色 就还有被这个女人的 这个凌压力齿所洗脑了 所以说她就跟这个 恩爱多年的 凯瑟林王妃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跟安妮柏林在一起了之后 也没生出儿子 生出的是 我们的伊丽莎白伊氏 但是呢 安妮柏林上位之后 就大次残杀 这个凯瑟林王妃知识的 天主教这一类的 这个宗教徒 还有他们的这个政客 那么当然了 也把这个Mary 送给自己的女儿 作为这个 宫女去使用 但是呢 很多年之后 这个阿妮柏林呢 她被犯了这个通奸罪 通奸罪大家知道吧 然后呢 就是背着国王搞事情 被国王发现之后 就送到这个 我们说伦敦塔 这样一个地方 进行了这样一个 斩首啊 绞刑 那么之后 凯瑟林王妃重新复位 女儿Mary 也继承皇位 成为了这个 亨利八世 下一任的这个女王 那么 当上国王之后 Mary开始复仇了 那么把之前 所有残害过她的 跟她政见不合的人 大肆的 这种血腥的残杀 所以说 当时死了很多人 人颂江湖外号 Bloody Mary OK 是这么来的 那么后来 就做了一款酒 来纪念一下 这个Mary这个人 对 所以说 看起来就跟喝血一样 那么这是这款酒 然后接下来 咱们来看下一款酒 叫Martini Martini 同意们来看 这款酒 马蒂尼 是不是在一些 比如说 James Bond 007当中 会听见 那个女郎生 又来一杯Martini 非常的sexy的感觉 那么如果说 把她比成一个人的话 她应该是穿着 黑色腕力裙 这样一个优雅之性的女性 马蒂尼 那么马蒂尼 她是由金酒 作为鸡酒 然后加入一些水果 这里以Tropical Fruit 热带水果为一 最好的最简单 就是加入橄榄 叫做Martini 那么男生也可以喝 男生更喜欢喝什么呢 喝的是这种 Dry Martini Dry Martini 甘马蒂尼 那么甘马蒂尼 就是金酒 加上一定的 苦爱酒构成的 所以说 这款酒 会有一丝丝苦涩的感觉 好 那么再往下呢 这款酒叫做 Mahatton Mahatton 这一单词 就是我们说 曼哈顿这一样地名 你放眼望去 是不是特别都市 七七的一款酒 很豪华 很奢华 Luxurious 那么这款酒 我要说出来是谁调 可能都不知道 或者都不相近 它就是由美国 Sorry 英国著名首相 丘吉尔的妈妈 调配的 她妈妈呀 就是一个非常地道的 Social Butterfly Social Butterfly 什么意思啊 朋友超级多 喜欢社交 没错 就是我们俗称的 交际花 他妈妈当时呢 在一次美国大选当中 支持了这个总统的赢得大选 他把这种青毛和我 招到家里来 然后调配了这样一款酒 叫做曼哈顿 那么他的鸡酒是 Whiskey 威士忌 加入苦酒 老实说一些基本的这样的原料 哪有些其他的 工艺比较复杂 但是呢 咱也不是研究这个 让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这就是Mahatton 这样一款酒 最后呢 我要说一下 那女同学应该喝什么呢 女同学哈 着重来看一下这款酒 叫做Mokteel Mokteel 无酒精的鸡尾酒 这款酒 它就反应词就是Cockteel Cockteel 鸡尾酒是有酒精的 而我的Mokteel是没有酒精的 它也会在这个酒单的菜单当中 所以酒品的菜单当中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为什么 它也可以叫做鸡尾酒呢 它其实就是一款复合果汁 只不过果汁呢 其实也是有密度的 比如说现在老师打了一款 这个菠萝汁 我再打一款这个橙汁 我要是以这种手法 去倒进去的话 其实它是也可以分从的 也是有颜色渐变的 那么这种复合果汁 就叫做Mokteel 无酒精的鸡尾酒 女孩子去酒吧的话 可以试着点一下 这样的一个酒 好 理解了吧 这就是今天老师给大家 拓展的一些 跟这个酒相关的文化 然后呢 咱们长知识了哈 然后咱们在最后的话呢 再来复习一下 在前两节课 我们学到一些单词啊 顺便来看一看 你看这些单词 咱们之前学过的 你还记不记得了 我们来一个 这个快速的刷词 首先 肥宅快乐水 首先这个单词 revert 说往回转 往回转 revert 它表示的是 恢复 没错哈 revert 往回转 就是恢复 下一个单词 dote dote 逗他 是不是 小孩子很可爱 你想逗逗他 就表达的是 你对他的溺爱 没错哈 那么dote呢 就是我们说宠儿的意思 在下面 obsolete oban 只有我一个人用大哥大 别人都用iPhoneX 你看现在怎么样呢 你过时了 out了 对不对 obsolete 好 下面单词 stylish 说小皮老师给你剪这个头发 他有style 是吧 所以说你这个发型 基本上来说就只有什么 美国纽约呀 然后呢 日本东京会数这样的发型 他叫做时髦的 对没错 第五单词 avert avert 加强转 加强转 表示的是避免 没错 好 第六单词 maternal maternal 他 mater表示的是mother 对吧 妈妈这边的就是 母系的 特别好 母系的 好 第七单词 vogue vogue 空话了 是登上了vogue杂志的 亚洲吧 你们说的是vague 是不是 v-a-g-u-e 这是vogue 他表示的是时尚 时尚 好 第八单词pamper 邦宝士给到的是 最贴心的 宠爱 对不对 宠爱 好 第九单词 subvert 从下往上去转 从下面转到上边 表示的是 颠覆 没错 颠覆推翻了 subvert thegovernment 颠覆了 这个正负 第十单词 vertigo 边走边转 你想想 小的时候是不是 再来一个例文 边走边转 你瞬间就 蒙了 对不对 眩晕 好 再来一组 第一单词 discord discord 多二三 要不起 不要 丢气 抛弃 很好 第二单词tumble tumble 躺 躺在那了 没错 他表示的是摔倒 跌倒的意思 来第三个单词 cardinal cardinal 那我们说 其实crd呢 它演示的是 cord核心 这单词 对吧 所以说核心的 它有这个主要的 重要的 主要的 那除此之外呢 是不是还有这个 深红色的意思 你看心呢 心脏是红色的 还有就是穿着 深红色的 这个红衣大主教 对吧 红衣教主 没错 好 第四单词 prominent prominent 这里的命呢 指的是mountain 山 山什么样的形态 是不是突起的 那么向前突出 它指的是 卓越的 显著的 尤其是成为了 你们村的这样的 一个希望的时候 在某地区 比较出人头地 叫做prominent 好 第四单词 discord discord 那我说cord 指的是heart 对不对 或是cord和心心 那么现在我们不同心 也就是不一致 没错 必一致 叫做discord 第六单词 imminent imminent 说怎么样呢 加强突出 马上就要突出来了 即将发生的 即将到来的 forthcoming 很好 第七单词 jumble injumble injumble 大家通过jam 去想好jam 一团糟的 混乱 kills mass 没错 好 第八单词 intact 别摸我 让我保持完整 完美无缺的 对 没错 第九单词 intangible intangible 我摸不着的 它就是 没错 叫做不可触摸的 无形的 很好 第十一单词 contagious 一起摸 你摸我 我摸你 小朋友在幼儿园里 就怎么样呢 传染了的 对不对 传染的 infectious contagious 那种有传染性的笑容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这节课 给大家去复习 以及拓展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来说一下 今天的打卡词 大家对哪个单词 印象深刻呀 我发现上当课 感觉都没有人 去我微博打卡 我还挺失落 挺伤心的 好 那拿一款酒的名字 打卡好不好 Mojito 既然讲到酒 咱们就用这个酒的名字 来打卡 莫吉托 Mojito 好 大家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趁着根哥不在 好好的来复习一下 之前学过的单词 明天他就开始给大家上课 他也该浪回来了 集体作妖 就是那种感觉 就爸爸不在家 是不是 然后呢 带着大家集体作妖 怎么打卡来着 小老师的这个 个人微博到尾码 然后呢 关注我之后 你就可以发微博 然后带上我就可以了 S我 这么快又下课 没上课呢 好了 那就下课继续 咱们继续快乐的学习 下期课见哦 同学们 好好上课吧 拜拜 拜拜 see you by bwd6 by bwd6